和您请向未来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都市生活会 我是赵岳 2月11号那天 沈阳市审核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开展了一次集中执行行动 当天早上8点 法官们准时集合整装待发 一起来看看当天的执行情况 一大早 执行法官们在沈阳市审核区人民法院 一楼大厅列好队 准备分别前往 将要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家中 都市生活会的记者 跟随马法官一组 来到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的 预警新世界小区 有人吗 开门 法院的 你好 沈阳省区法院的 你们是贺金平家是吗 对 是贺金平的送我 不是 我知道妹妹 贺金平在家吗 没在家 为什么没在家 对 现在在那个 在哪里 贺金平 在那个该头公安局 听到这个答案 执行法官有些意外 因为之前法官们对被执行人 贺金平的情况 还是了解一二的 这个案子也毫无争议 双方当事人是当庭调解的 这是被告人叫贺金平 他与那个广发银行的贷款 合同贷款 然后因为还不上钱 所以我们现在来执行 他这个 他这座房子是作为当初的贷款底 我们现在来执行 这个房子要进行拍卖评估 在2020年11月6日 案件就已经在审理过程中 经过法院主持调解 当时双方当事人 也自愿达成了和解 并签下了和解协议 协议中是这样约定的 被告贺金平 于2020年11月30日前 偿还原告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欠款本金42万3862元 利息2万余元 罚稀1000余元 付利800元 原告广发银行 对被告贺金平 提供抵押担保的这处房产 享有优先授偿权 看来案件本身确实没啥争议 但是很显然 贺金平在做出承诺的 2020年11月底前 并没有履行相应的欠款 所以如果不还钱 那拍卖房产 就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了 看到法官要核实一家人的身份 可能真的要买房 贺金平的妹妹有些着急 他希望法官能理解 他们家目前的处境 咱们说的就是不管怎么 咱们就是怎么说 怎么执行 咱们承认 但当时这个房子 因为当时是我妈 我爸 就是那边 就是原来是 我房子动钱了嘛 玩动钱以后 当时给他拿钱买的这个房子 但是这事跟你们不发生关系 我姐是什么呢 贷款是贺金平贷的 对对 签字是贺金平签的 但是我姐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是我妈吧 我那什么事啊 是不是 我妈就是现在没有房子 嗯 还是两个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现在也宰我 这两个孩子是谁的 都是贺金平 那是老大 最老二 你是贺金平的母亲呗 对 我妈妈 不是婆婆 是母亲 我妈妈 她最亲妈 看贺金平要离婚了 好不 你让她记住 来 给她做个学生 给她记住 给她 房子多少瓶啊 134 134 啊 几天几位啊 30 30 她这个吧 贺金平贷钱是在 银行贷款的时候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这有理解 这有理解 因为当时贺金平找的一个案子吧 你这个吧 你大姨没有进行住 对对对 但是呢 你出现一场 你银行的贷款的利息 越来越高 但是现在你说 贺金平在这里压着 干一家也不怕也不打 因为他不怕 不够怕 因为他也是被演骗了 被执行人贺金平的妹妹说 贺金平之所以被关押在盖州 是因为和别人的生意问题导致的 由于还没有判决 没有定性 因此 姐姐什么时候能出来还是未知 目前67岁的母亲 在照料姐姐的一双未成年女儿 如果马上搬家 确实有难处 姜叔 我这房子要姜叔要搬的话 你给我多钱 我为啥给你钱 我租房子 我这不给我钱 我这在哪 我在哪住 你这是 你这个是办理抵押的 是办理抵押的 妈呀 不是 我这房子抵押 你抵押多钱 不是不是 你听我讲 你听我讲 我欠你银行多钱 我这房子多钱 这房子多钱呢 你没评估呢 我哪算多钱 评估我才能 你干你 我也是 大一大一 你说这 三十多 三十多 是吧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欠多钱 最后一算账 拼押 剩你钱这样 也然会给你们留下 你现在没发生的事 没发生的事 其实执行法官看到了 被执行人家一个老人 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时 就在合计着怎样 才能尽量做到 人性化执法 既把案件执行好 又能最大化的 不影响这家人 现在的生活 那最好的解决方案呢 可能就是把善后安置 他们这些相关的事 都谈多好 才开始强制同房 那这样的想法 能够实现吗 来看看 作为申请执行方的 银行代理律师表示 走到强制执行这一步 也实属无奈呀 由于被执行人贺金平 被盖州警方关押这一情况 让人始料未及 所以银行方代理律师表示 目前没有办法 马上做出决定 该如何向下进行 还需要回去和银行方面 汇报这一情况 争取和法院 以及被执行人义方 商量出一个最佳方案 再做处理 我的房子为我姐卖了 你知道吗 我要说 我要说 现在我说埋怨他 我没法去说 对我整个都好惨了 我原来 你不可以查 我原来在这小区 21樓 20樓 20 我就为他把房子卖了 现在真是 现在这边的房子吃多钱一瓶了 现在 两万多 咱们房子吃那个290万 别人买好 这是正常正北在写着的 这是冬的 你这属于把冬餐的房子 对 然后商务室 对 哪个厨房在哪儿呢 那厨房 这边有个 这边有个 两个厨房 这厨房 这厨房 那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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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配合法官执行 但是 由于现在手上的确没有献钱 带孩子租房子的话 也确实需要一笔费用 那么 这笔费用 如果能从申请人一方垫付 后期房子拍卖后 如果有结余 也可以从中扣除 然而 由于贺金平还有一个案子 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 被起诉了 房子拍卖后 偿还完银行 恐怕还要偿还给 和平法院的案子 能否有结余 还是未知啊 我们在收案了以后呢 也按照法律规定 向贺金平邮寄送达了 执行通证书报告探论令 但他并没有按照 执行通证书和报告探论令的内容 及时履行 所以我们在发出去 相关文书未果的情况下 上他家 去强制性腾房 然后现在房产的情况呢 是贺金平被盖州市公安局拘留了 这个房子被他妹妹 及家人 占用着 照顾贺金平的一双子女 因为考虑到 他的这个小女儿 上幼儿园比较小 然后家里也有老人 所以我们不便于强制性执行 我们也限期让他自动搬了 在搬家当中的这些困难呢 我们也会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 给申请人做工作 还能帮解决的 就帮着解决一下 别着急嘛嘛 这事总能解决 哎呀 过不去这啥 我都不一定 可别这么想 你这个钱我要还上吗 这房子不只是那点什么 那剩下钱 你是给那么和平民博回 还是你吗 给和平法院 就是剩下钱归给和平了 对 因为和平法院已经 我看了已经给多位法官下手去了 法官表示 解零还需细零人 如果接下来和被执行人的家人 无法谈妥的话 他们也会去一趟盖州公安局 力争见到贺金平本人在腾房 如果确实生活有困难的话 那出于人性执法的这个角度 我们会给银行做工作 但是具体能不能做得通 还得再谈 法官们的身上 总有一种 只有自己不怕麻烦 才能把麻烦的事 解决好的精神 不管怎么说 贺金平一个女人 拖着俩娃 妹妹和老妈 还想着出去赚钱养家 尽管这中间 也许真是遇到难事了 但是也希望 这些难事都处理好之后 贺金平能够无债一身轻地 和家人开始新的生活 说陕西省蔚南市的马大爷和妻子 在过去的40多年中 一直有个挥散不去的心结 直到2021年10月16号 马大爷夫妇两人心中的伤痛 才彻底被治愈 安慰一下老人 安慰一下老人 不感到太激动 给拿个凳子 给他拿个凳子 感觉了 感觉好多 2021年10月16日 一场跨越陕西河南两地 扩别了40年的团圆认亲仪式 在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举行 马大爷说 老爷爷奶奶照看 谁也没想到孩子会走丢 老人怎么也没有料到 一时疏忽 三岁的孙子就消失在单位门外的 汽车站附近 在孩子丢失的1980年 警方侦查手段有限 虽然马大爷在第一时间报案 但是警方在经过一番努力后 调查并没有什么进展 当时应该是也没有什么视频监控 也没有什么说才学样这些的 当时娃他妈说是 娃头上有两个拳 然后说是脚踝上有一个字 当时是这么说的 马大爷的父母 因为弄丢了孙子无比自责 他们辞掉了门卫的工作 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孙子 事业上以后他也被个顶线那个 我想想顶线去 所以说到晚了些孩子 我忙去 他头一年久了 接二年他也都死了 他也为他死了 他说一想办法给我孙子找回来 我说我到哪儿找呢 我都找遍了 头上两个旋 脚踝一颗质 就凭着仅有的特征 马大爷一家踏上了寻子之路 杀传单位一人学习七十 一直有想不想 学习七十 都照片 也有上过广播 行不住没有办法 最后是你二老六下说 那包子好 我只要在包子好 看见那个灯 那先前进 我都知道这有机制 我都去 那先了好多机房 那个时候呢 教徒没有闲在这方面 那也没有收集 那件事都很少 四十多年来 哪里有关于孩子的线索 马大爷一家人 就会赶到哪里 这些年 他们花费的费用 将近四十万元 一切都照片 还从花纳引回来一个 他把引回来 我回去跑去看 一看我说不是的 他把你还说是的 我说你这要远 你走远 我不远 我说是我的儿子 他那包穿瓜子 那我都会远的 你 我说不是我的 他说再穿两个表 2021年 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团圆行动 全国公安机关着力侦破 拐卖儿童鸡案 查找失踪被拐儿童 马大爷也来到公安机关采血 把采集到的全部学样 全部检验 做第一 然后通过公安大数据 或者大系统 进行全国范围的比对碰撞 其实这么多年来 马大爷的孩子 一直生活在河南省西华县的 一户姓高的人家 家人给他起名叫高锦画 他说自己是在不到20岁的时候 知道自己并非是父母亲生的孩子 养父是村里的医生 家里共有六个孩子 原本并不富裕的家 又多了一个孩子 这无疑给家里增加了更多的负担 在我印象 我可能是七八岁的样子 他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 身体非常不好 他很小 很瘦弱 我印象的就是那样 我爸爸就告诉我 你不要上学了 你有个弟弟要照顾 当时我还背着书包天天去上学 突然让我去河南照顾一个小孩 我自己都不知道说错 高锦画的大姐说 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 为了照顾这个平白无故多出来的弟弟 他八岁就辍学了 他不是最小 他在我们家排行是老四 他拉肚子 吃不下东西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时候农村有羊 养到羊知道吧 把羊奶挤出来炖炖让他喝 高家人对高锦画一直视如己出 高锦画也渐渐开始融入这个家庭 对于如何被拐带到河南 高锦画也并没有什么记忆 只是在他成年之后 结合家人的叙述 他在脑海里拼凑了一些片段回忆 我到河南之后 也去了好几家 去了几家 在我最后这养父养母 是最后以后接受我了 我到河南水头不服 拉肚子应该拉到七八岁 高锦画养父母很善良 他们知道孩子亲生父母 肯定也在焦急地寻找着丢失的儿子 随着高锦画慢慢长大 高家人也开始帮助他 寻找亲生父母 养父养母对我 姊妹们对我都非常好 他们也愿意帮助我去找 像我姐什么 也通过多方面去打听去问 我们经常关注那个寻亲网站 电视寻亲网 每看到这一期节目 我们都不会把电话什么 就会记录下来 告诉他有一点线索 咱们都不能放弃 要想找到高锦画的亲生父母 首先就要弄清 他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警方对高锦画的家人 进行了详细询问 他们说高锦画很小的时候 跟着一个流浪的老人来到村里 他就看到一个老人带着他 非常艰难 生活不下去 他说你能帮我把他照顾好吗 我身体不好 他太可怜了 他那个老人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 我父母也不知道到底他从哪 得到这个孩子 就是看到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养活他 我爸爸就想着不能让一个生命 就这样没了 高锦画的父亲都叫我高锦画给收养 高锦画的养父已经年过七十 养母常年卧病在床 对于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他们仅仅残存一些零星的记忆 高锦画不知道亲生父母是否还在世 后来他去当地公安部门做了血样采集 2021年6月6日 陕西省卫南市公安局 临卫分局行侦大队 接到一条疑似被拐比对核查指令 解放路派出所辖区内 马大爷夫妇很有可能 是河南省西华县高锦画的亲生父母 当时第一回线索反馈回来以后 说是跟河南西华县这个高锦画比重以后 然后咱们跟西华县公安局先联系 然后把这边孩子的照片 然后说的这个孩子的特征 走势的时间地点 跟西华县公安局那边沟通以后 让他们再进行细致的排查 排查完以后咱又做了一次 二次的DNA检测 让他们西华县公安局采了血以后 给他们快递逼过来 然后咱们再做二次比对 开发增加的查证 经过血氧DNA检测 样貌特征等技术手段比对后 最终确定老马夫妇 就是高锦画的亲生父母 当时在西华县民间通知 我在郑州 你在郑州咱们打工了是吧 郑州卖上烤烤的 此时的高锦画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他曾无数次梦见和亲生父母相聚 得知亲生父母的消息 高锦画的心情无比激动 通过咱们民间不懈的努力 这个血液已经比例上 也就靠说就是在渭南市这一半 当时心情也比较激动 已经40年了 随后马大爷夫妇也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他们的孩子找到了 2021年10月16日 河南省西华县警方驱车6个多小时 来到陕西省 但是他需要照顾他 我们就不让他那么远 拍了6个多小时 这一天 马大爷一家人也早早来到了公安局 在那里找计划 你看 在认清现场 马大爷夫妇还特意看了看高锦画头上的旋 和脚踝上的痣 更加确认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 孩子在世上活着 我心里 活着心里就高兴 以后经常往来都晚 今天非常激动 真的 我父母也是身体不好 就是让我们过来 帮助他心情成功 在陕西河南两地警方的共同努力下 马大爷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 下一步 陕西渭南警方和河南西华警方 也将对该案件进一步深发 寻找更多有关当年涉案嫌疑人的线索 警方也呼吁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团圆行动 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失踪被拐儿童的有关线索 帮助被拐儿童早日和家人团聚 努力让更多失散的家庭早日团圆 早起时的声位后 早上好 出民时的移居丁目 快点啊 好好吃饭 行程中的一路陪伴 是你推开家门时熟悉的味道 哎呦真香啊 是你和家围坐时感受的温暖 是你面对困难时真诚的相守 这块段哪里需要就哪里把 相识相知 我们心手相远 相爱相亲 我们心心相应 关注我在你身边最真实的呈现 亲听我在你耳边最真情的告白 守护大屏回家经常看看 手握小屏贴身随时瞧瞧 好事连连 一路平安 心向市场乘风破浪 快乐 我们和你分享 烦恼 我们与你共担 2022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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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都市频道 生活向上 美好同行 这几天南方的中小学已经陆续开学 大家是不是都以为开学的第一件事是交作业 但是新学期报道 浙江杭州的一所小学设置的第一项任务是称体重 寒假不断练 开学两行类 杭州新华实验小学的孩子们 年后第一课就是称体重 五台电子秤一字排开 各班学生排着队脱掉鞋依次上秤 看着电子秤上的数字 同学们有些不淡定了 早上称的是85.98 然后因为根据往年的体重来说 我今年应该跑六斤 还是因为剩下了一点运动的 可能是吃的少了 我们在假期前呢 比每个年都布置了假期里的一些体育方面的项目 今年呢我们没有要求大家打卡 还是希望大家从自身的健康的角度出发 能够自觉的 应力至于的开展一些体育锻炼的项目 喜人的是过磅一撑 孩子们的体重都在控制范围 我们在开学的第一天就组织了四个项目的这个运动技能的比赛 第一关这个称重呢它是一个最直观的感觉 就是我经过一个寒假的这个吃吃喝喝 有没有就是增加 跟发炸前相比就是一下子长得特别胖的孩子好像还没有 看来这个寒假孩子们的自觉锻炼还是挺有效果 然后总共他们这个比赛当中我也可以找到孩子们这些运动的灵活性啊 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说明说其实这个假期大家都是在开在这些 我们自己的观点活动啊 还有在家长的活动下我们先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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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不催作业催锻炼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操作啊 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说春节期间呢 尽管各种美食当前 孩子们仍然管住了嘴也迈开了腿 棒棒的 我们再来说安徽的黄山呢 前几天呢下了雪 雪后呢出现了壮丽的东景 景区也想出了新勇的方式来吸引游客 野生师鲜李白呢 就是黄山今年推出的特色打卡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秀口一吐就半个圣堂 这样的李白你是否只在唐诗中见过 新春临近 黄山景区多了一位野生师鲜李白 他站立于颜客松堂 与游客进行诗句问答互动 不仅如此 当游客提出个人生活相关的问题时 他更以诗句答疑解忧 警区工作人员表示 希望以这种互动的形式 让黄山更贴近年轻人 大家赏景之余也能收获文化体验之趣 除了对诗 游客还可以在黄山留下自己的新年祈愿 这一次我们想用到李白这个点 希望用这种年轻人更喜欢的模式 然后让我们的黄山景区更加贴近年轻人 因为李白作为中国文化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符号 他其实有很多关于黄山的诗句 我们觉得他跟黄山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 网友纷纷表示 想去黄山找李白聊聊人生 天气开始逐渐的暖和起来 这下雪的机会就少了 咱们大伙趁着下雪 这各路高手们也是抓紧展示堆雪人的实力 这波河南安阳的一位实力宠娃的爸爸 为儿子堆出了一只两米长的雪老虎 这只栩栩如生的雪老虎 出自河南安阳的朱先生之手 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才完成 我一个人堆了有三十个小时吧 两米长吧 五十公分高吧 黑色的是用丙袭颜料 用毛笔比较一较滑 当时我儿子高兴过来了 朱先生是一名强体彩绘师 因为疫情在家 就用院子里的积雪堆了老虎 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 实力宠娃 现如今没有点才艺 都不好意思出去堆雪人了 同样有才艺的 还有河北邢台的赵先生 用双脚在雪地中 踩出了一只巨虎 为了迎接虎年的到来 赵先生特意在楼顶 画出了一只大老虎 赵先生表示 他曾在鼠年和猪年 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过创作 网友表示 这幅猛虎下山图 多少有些潦草 模样有些让人忍俊不尽 这雪算上他们彻底玩明白了 为生活增加了乐趣 吉祥又如意 那说到玩雪 咱们给大家伙推荐一个好地方 在辽阔美丽的新疆 哈纳斯湖畔 有一个美丽的山村 河木村 这是一个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评为中国最美乡村之一的小山村 新疆的卡勒木江大叔 12年前来到了河木村 为这里的美景震撼 当场选择定居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他的镜头 感受一下河木村的美吧 卡勒木江大叔拍了190多条视频 记录村中四季美景 其中一条 一条他用铲雪神器清除屋顶积雪的视频 更是获得了80万网友点赞 我叫卡勒木江 来自新疆塔城 是哈萨克族 现在在河木开的个民宿 到现在的话 今年是12年了 11月份不是有一天 下了特别大的雪嘛 那个雪差不多有个80公分吧 无意中我说 去铲雪的时候 去拍个视频 天赞量80多万应该是 评论量是3.7万 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热门 因为当时天清的时候 天特别蓝 好多网友他们都在评论说 这个声音特别解压 在卡勒木江眼中 河木村每一天的景色都是漂亮的 6月份它这个满山片全是花开 然后9月份就是秋景 整个白花树全是黄的 它就跟一幅油画一样 冬季是11月底开始下 一个晚上下了一米红绿 就是一个通话般的世界 往年河木村的秋季 是旅游旺季 今年过年恰逢冬奥会 很多人选择来村里滑雪 看雪 我们这边现在在建一个 极核武林化学厂 所以它的高度和这个坡度 应该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化学厂 今年冬天就是专程来 化学的人特别多 冬奥会现在开的 我觉得好多人现在对这个 化学这个项目也是越来越吸引 古朴的小木屋 成群结队的木群 高耸的雪峰 广阔的森林 草地与蓝天白云 一起构成了和睦独特的 自然景观 让人由衷地感到轻松和惬意 虽然不是生我养我地方 但是河木也是给了我一切 我也得好好地去汇报 把河木这个原生态的存落 去通过这个短视频 去分享给这些朋友们 让他们知道 新疆有个地方叫河木 河木村真的是太美了 人间仙境一样 难怪被人们称作 神的自留地 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大伙有时间一定要去打卡 我们再来说 2月20号2022北京冬奥会 就要闭幕了 虽然说北京冬奥会结束了 但是它带动了国人们 对于冰雪运动的热情 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冰雪运动的 独特魅力 那么冬奥会还有哪些项目 您不熟悉呢 下面这位小姐姐演绎的 真人版冬奥图标 带您认识一下这些运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近日网上的一段视频名为 快看 她把冬奥会体育图标演活了火了 参演这条视频的小姐姐 是一位来自天津的 专业空中杂技演员 名叫郑盈 平时就喜欢拍摄 有趣的视频的她 这次是怎么把这些奥运图标演活的呢 这呢是我的家 然后呢后面是我的窝质 来来来来 拐弯 这一片就是我之前陆树瓶的地方 然后现在这已经被我拆掉了 这一坨是我当时穿的衣服 大家展示一下 冰 冰球 用的就是这根杆子 它冰壶的时候 用到的是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调味块 当我需要更大 然后景深更需要更多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一面墙 然后挂一个背景图 就好像我们奥运图标是 挂的白色的背景图 然后用的是这一片 对 然后这整个客厅 大概就是我的平时拍摄的一个场地 冰球奥运会 正好是在我们北京开 然后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也是为了自己身体力行地 去助理一下北京冬奥会 阵营在采访中介绍 他三岁就开始练习杂技 2002年办在家门口的冬奥会 让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 或者金属棍 在好多条评论之中 然后其中只有一条评论 我就记得非常深刻 他说的是 看完了之后才发现 原来冬奥有这么多项目 才第一次真的把冬奥的 所有项目认全 我觉得这个视频 就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感觉 然后真正的自己主动去了解 这个冬奥的项目 就已经我觉得 就已经做得很有价值了 视频火了之后 很多网友跟着他一起模仿 然后就他们就自己 去全民参与进来了 然后很多人就发给我 他自己在家里面去 跟着我一起去模仿图标的事情 然后包括其中还有一位 VR就是 他是一个3D动作 动作普逐 然后是一个纸片人 就是我就会发现 你只是这样的一项小小的行为 但是可以拜动你身边很多人 一起去做同一件事 我觉得非常利益 郑宁说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 让更多人了解冰雪运动 不仅非常有意义 而且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 在家也能为冬奥会助力加油 看完他的视频 你的冰雪热情被点燃了吗 女孩真的很赞 就像她说的 通过这些模仿 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冬奥的项目 真的是很有意义 冬奥会虽然说是闭幕了 但是太多的精彩瞬间让我们难忘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运动兼儿们 取得了9枚金牌 这超过了以往的历届冬奥会 成绩呢 也是非常的令我们国人们骄傲 在北京冬奥会上 尤其是00后的小将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谷爱玲 苏一鸣还拿到了金牌 那这届冬奥会 中国的00后小将啊 就有47名 真的是非常多了 咱们说呀 少年意气风发 凌风雪 燃热雪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重温 他们的精彩时刻 总有千古 总有千古